今天時間是10點07分 歡迎大家在時針點的新聞過後 再次回到生活同樂會 禮拜一的第二小時 元氣同樂會單元 我們都會針對各式各樣的 醫療保健話題來跟大家聊聊 其實從今年大概三月以來 我們很多的每個禮拜題目 基本上都會跟如何來讓自己更健康 尤其是在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之下 各式各樣的一些保健的話題 再跟大家分享 有的是中醫有的是西醫 西醫的話還有分不同的科別 有的時候會請營養師等等的 當然有的時候我們會針對一些 大家認為說最近非常夯的一些 可能防疫或者是大家覺得吃了會對自己對抗 不管是感冒或者是肺炎疫情都有 有幫助的一些產品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風交就是一直不斷的被提及 但是風交實在是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種類 還有就是我之前都一直覺得會不會把風交就是神化了 這有這麼厲害嗎 但是我必須要說我自己有在使用一些風交 包括就是這個含量非常高 就是紐西蘭的某種這個含量非常高的這個風交蜂蜜所製成的喉糖 我發現那真的是我在吃過那個喉糖之後 我就是再也不會吃別的喉糖了 所以我覺得風交它應該真的是有幫助的 只是它到底裡面是含有什麼樣的好東西 我們要怎麼選擇 我今天就請教了一位這個風交專家 他其實也不是風交專家 本身有藥師身份對不對 是的 讓我們來歡迎PNQ專品藥局黃瑋嘉總經理黃總 各位觀眾各位貝雷鏡海的觀眾聽眾 還有我們的美女主播小主播 大家好 不用叫美女主播 講得你都結巴了 你是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講 所以你就是結結巴巴嗎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講順一點 我們重來一次喔 我要那個給他機會 因為我很怕你知道 為了要講這個美女主播 讓他卡住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歡迎黃瑋嘉總經理 黃總您好 各位觀眾聽眾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美女主播 早大早安 還是卡了一下 黃總你自己是 你是藥局的總經理 是 那所以一定要有藥師身份才能開藥局嗎 在法律上是沒有錯的 還是我可以開一間藥局 但我沒有藥師身份 然後我請藥師來這邊職業 也可以 我是老闆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自己有藥師身份嗎 要 市場上當然是有 但是在法規上 其實不算是真正的老闆 但是可能叫出資方 出資方 好 OK 好 來 那我們就來講風焦 因為我們剛剛就在講到說 風焦其實一直以來都蠻夯的 我要先講我第一次接觸到風焦 是好多年前 大概三四年前 我接觸到的第一款風焦 是給小孩吃的 就是 就是說小孩子很容易 就是怕小孩 遇到感冒 對 怕小孩感冒 因為小孩子很容易 所以呢 就是說 我還記得那一款風焦 因為我以前都學風焦 味道很難吃 那我記得那一款風焦是 因為在國外非常流行吃風焦 國外很流行吃風焦 然後他們就會有各式各樣 尤其是針對孩子出的 這個風焦產品 然後那個風焦呢 它是有加 我記超清楚 因為它那個風焦裡面 它是藍莓口味 可能就是有加藍莓 有做的餃味 對對對 超好吃的你知道嗎 就是 是會有點刺刺辣辣的 沒有錯 可是它就是非常好吃 因為它是藍莓口味 我常常就幫我兒子滴完 之後我自己也滴兩滴 你知道 那個時候開始接觸風焦 那後來就是接觸到有風焦 然後有這個風焦的相關產品 比如說喉糖等等 所以但是真的風焦非常的多 然後各國的也都不一樣 對 好像其實跟你的你的產品的來源 還有它的成分 其實等級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差異 有有很多差異 所以我先問一下 在藥局裡面 風焦這個產品是不是一直都是詢問度很高的產品 在詢問度是蠻高的 那當然尤其最近因為疫情期間 所以詢問度又再更加提高了 這樣 對 為什麼有人說男生要聊風焦 好有意思 風焦 風焦不是只有女生吃的 還是女生吃的比較多嗎 應該不是 可能有的人把它跟蜂王乳 對啊 搞混了 對對對 風焦跟蜂王乳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就是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因為其實 大家想要提升自己免疫力的這些 或是提升自己 總而言就是不要讓自己太容易感冒的這些產品 其實非常多 但我們前面其實 不管是請到嘉醫科的醫師 或者請到營養師都有講到 有一些身體必須的 就是微量元素 對微量元素 比如說像是我們常补充維生素C等等的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在 組你的檔育病毒細菌的外牆非常重要的 對 一個很重要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常常講到的就是 維生素C 然後還有一些比如說像多糖體 對 這個也是個好東西 沒錯 那還有講到 蠻多真的蠻多的 還有什麼 還有講到 我都忘記了 我怎麼講到太多 就是各式各樣的補充品 現在很多的補充品 能夠提升免疫力的東西真的很多 心 心 對不對我還記得有心 對 好等等 那當然還有一些像我們上禮拜其實才來的 一個嘉醫科醫生 他非常的建議大家去攝取一些辛香料 阿蒜啊生薑啊洋蔥啊 薑黃啊 薑黃啊 薑黃等等 好我們先來講 就是說 很多人都會想說 能夠補充一些營養品來幫助防疫 那正在你藥師的觀點來看 有這麼多 因為你們藥局其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賣營養食品 或是保健品 沒錯 在防疫這一塊你們其實真的會覺得 比較推薦給大家的有哪些 嗯 其實每個產品都有每個產品的優缺點啊 那今天我們講的主要是針對封膠 那封膠 我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種新冠病毒 病毒類或者是流感類的這一些源頭 當然就是病毒的感染 那病毒的感染基本上是 沒有一個針對性的藥品可以醫療 目前針對這些流感或新冠病毒 那當然我們業界公認最能夠 有源頭根治的當然是等待疫苗的出現 可以做一個整個公共衛生的預防防治這樣 可是要等到疫苗出現可能還是要好幾年 那要等那麼久的話 那我們就只好從另外一個方面下手 就是從我們人直接提升我們人的自體免疫力 或者是抑制這些外來病毒病菌的一些活性 這兩方面雙管齊下 那剛剛主播有講就是說 維生素C啊 鋅啊 還有補具多糖體這種東西 就是來提升免疫力的 那當然剛剛也有提到辛香料 比如說大蒜、生薑類的 那就是拿來抑制病毒 抑制細菌這一類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風膠 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雙管齊下 兩個功能都有 那提升自我免疫力 或者是說抑制病毒的複製力 它兩個功能都有 所以會是一個 我們現在蠻推薦的一個使用的產品 好所以風膠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我之前其實開始研究它 是因為我自己很早就接觸 幾年前開始接觸到風膠 後來是人家給了我那個風膠喉糖 就是那個麥魯卡 麥魯卡蜂蜂蜜 對對對 大家知道麥魯卡就很貴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也有就是從麥魯卡蜂蜜裡面 就添加了麥魯卡蜂蜜的一些風膠喉糖 那我必須要說就是以我這個常常 我是以喉嚨就是講話為生的人來說 喉嚨常不舒服的時候 那些喉糖就是比我平常吃的一般的喉糖 要有效非常多 對我的一些不舒服的舒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想要問的就是說 那為什麼風膠 我那個時候因為那個時候自己吃 所以開始去研究 才發現風膠它有一種稱號叫做天然的抗生素 是的 這個其實是有實驗證實的對不對 嗯對 那是不是可以聊一下這個 為什麼大家會認為說可以拿來就是增強抵抗力之類的 因為它裡面其實我們風膠 它這個英文叫popolis 那它的名字這個popolis的分析 它源自於希臘文 那所謂它就是本來的意思 那個PRO的意思就是在外面的意思 那polis這個部分就是所謂的社區城市 那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呢 就是因為蜂蜜 蜜蜂蜂 蜜蜂它本來就會把所謂的蜂膠 塗在它的蜂巢的蜂巢口或者蜂巢壁上 那到底是為了做什麼呢 為了保護那個蜂巢 因為這個蜂膠的成分 可以抑制外來的任何的細菌啊病菌啊寄生蟲 那就可以保護整個草裡面的包含就是所有蜜蜂 包含蜂王這樣子 那這個保護所有這個蜜蜂族群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叫popolis 那既然已經說這個東西有這樣的作用 那我們人類就會來研究就是說 為什麼它裡面會這個東西用了以後會有這樣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研究出來它裡面的有效成分 基本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所謂的類黃銅 phrabonoid 那類黃銅類的東西 以及它裡面還有一些有機酸 那這一類的複合式的所謂的成分 它裡面基本上都具有所謂的抗菌活性 抗黴菌的活性 抑制病毒的活性 那所謂的抗發炎 那所謂的就是促進皮膚癒合 這一類的效果是有做實證就是說 這些東西對以上的作用是蠻有幫助的這樣 那再來就是說 目前在實際使用上像主播有說 因為你的工作是喉嚨聲音使用者 或者像一些歌手啊 他們基本上很喜歡使用這一類的咽喉產品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像剛剛講的就是說 因為你的使用多 所以容易接受到外來的攻擊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它能夠抗發炎 因為使用過度也會導致所謂的發炎 所以像剛剛主播講的就是說 你會使用這些產品那為什麼會加蜂膠呢 然後為什麼又覺得很有效呢 就是因為它兩個部分都有效 那基本上在這兩個部分 它都能夠做一些抑制發炎 然後預防或者甚至稍微有抑制抗菌的作用 那就可以避免你的喉嚨再度受到傷害這樣子 所以您使用起來應該都會覺得好像 雖然說不是藥品是食品 但是其實蠻有效果的 嗯 市面上的就是蜂膠的產品其實真的蠻多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種品牌 但是它不能算是品牌 我剛說那個它是一種種類 就是它是一種種類 就可能它的產地或者是它的 就是在那邊它是一種種類 可是呢用這種種類做出來的蜂膠產品 那又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每一家公司它只要取得這個原料都可以做 目前我們大部分看到蜂膠都是低劑的對不對 嗯對 台灣現在主要看到的主流是低劑沒錯 為什麼是用低劑來做 是說更好吸收嗎 嗯 其實如果說以低劑為主這件事情 以我們的分析應該是因為國外 因為大部分的產品都是進口的 那國外的主流就是所謂的低劑這樣 嗯 可是其實就我們藥局的經驗 台灣人應該比較不喜歡低劑 為什麼 因為不夠方便 台灣人喜歡吃藥丸類的 哦 所以可是蜂膠可以做成藥丸嗎 可以可以 也可以 市場上有膠囊 軟膠囊的產品 哦 這樣子對 當然有打成定的啦 嗯嗯 只是現在在市場上偏稀少 那最大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 大部分產品都是進口的 那進口的產品基本上 除非它是台灣有個廠商 為了做一個特別為台灣設計的產品 不然其實一定是會以國外現有的產品 就我們都喜歡原裝進口啊 對對對 原裝進口進來是怎樣 就應該是要怎樣 那在國外來講 以低劑的形式 成型是比較多的 應該是說就是大家的使用方式跟習慣對不對 外國人非常習慣用D劑 對 像我吃的維他命D 嗯 也是D劑 因為我是吃美國的 可是像台灣你看大部分維他命D 都是定裝的 對 可是我就偏偏就是不喜歡定裝 因為很大顆會有吞咽困難 哦 對 所以也就是說現在蜂膠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D劑 你也可以看到膠囊 膠囊也都有 都有 那怎麼選擇 一般人其實 其實是 欸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因為D劑滴下去 蜂膠會刺刺的 然後有些人說會有點麻麻的 沒錯 那這樣是正常的嗎 基本上這樣是正常的 嗯 欸 但是其實很難分辨到底這麼正常 蛤 因為還要保存的問題啊 那我們也講一個就是說 它的品質無欲的產品 對 其實 使用上會刺激 或者是有特殊味道 那是很正常的 那刺激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很多的蜂膠是用 乙醇 所謂的酒精萃取的 嗯 那酒精的話 基本上大家如果有喝過 比如說高粱好了 嗯 58度 那基本上 很刺激嘛 所以刺激是本來乙醇的特性 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奇怪的味道 那所謂奇怪的味道 是因為我們的蜂膠的來源 是我們的蜜蜂 去採集了一些樹皮上的一些成分 那大部分是樹脂 然後加上它的那些蜜蜂自己分泌出來的一些成分 混合而成的一個天然成分這樣 那基本上樹脂上面都會有一些特殊的味道 嗯 那所以 我的這些奇妙 就是大家會覺得不常接觸的味道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說 你覺得它這個味道不正常 但其實才是正常的 對 沒有錯 因為它其實 你就想嘛 你知道我後來都這樣 都把它想成 就是說如果它今天是一個天然的殺菌 殺菌的好東西 那殺菌的東西 你哪一個藥水滴到你的傷口上不會痛對不對 所以有點刺激味我都覺得是很正常的 是合理的 對 但是其實剛剛已經有人問到 我們的朋友對蜂膠這個話題非常的感興趣 有人問到就是說 蜂膠其實假貨也蠻多的 我不知道欸 蜂膠有假貨嗎 嗯 基本上是一定有啦 只是台灣目前的法規也越來越嚴格 所以你說真的要 你在一個合格的 比如說你在一個合格 比如說以我們是藥局 或者是說一個合格的商店 取得一個合格的產品 其實並不會很困難 那當然就是說目前市面上 可能還是有一些所謂的 比較非正規管道的販賣者 那它的來源可能就會有所謂的存疑的問題 那怎麼選擇蜂膠 因為就算它都是真的是蜂膠 可是它還是有差異 比如說它的來源的差異 或者是它的含量濃度的差異 如果我們要吃蜂膠 我們是希望它的有效的成分是越高越好 這個成分其實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 類黃酮素 嗯 對 一般來說那類黃酮素要多高 然後會不會都有在標示上面 基本上會不會標示出來 現在目前政府是沒有特別強硬規定一定要標示的 所以有一些廠商它願意主動標的 其實算是蠻優秀 或者是說蠻對自己產品有 有信心的廠商 對 那我們在德國要點上記載就是說 如果說它的類黃酮含量是超過20% 就是兩成以上的百分點的話 那它會是一個最頂級的蜂膠產品 這樣子 對 所以那我們要怎麼吃 一天大概是吃到 我看這邊是說2000毫克的蜂膠啊 這個在如果說有一些輕微症狀 或者是想要積極預防的人身上的話 那我們使用一天2000毫克的蜂膠 是一個會讓你感覺到蠻有效果的一個劑量 那這個不會有過多的問題嗎 基本上過量的問題 如果以剛講的這個2000毫克來講 是絕對安全的 對 絕對安全的 絕對沒有問題的 好 那好 那其實有一種很簡單的蜂膠的分辨方式 因為我看到你今天帶了三杯水來到現場 那現在如果朋友們你想看一下 因為應該是要做一個實驗 是的 沒錯 那我不曉得這個實驗照要做什麼 但是好像是跟蜂膠的品質有關係 對 是不是 那如果現在聽我朋友你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好像很簡單 我看他就是一個杯子裡面裝清 就是白開水 對 清水 然後他好像就是要把蜂膠滴到這個水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蜂膠的好壞 如果說你家也有蜂膠 或是你有吃蜂膠習慣 其實你也可以做一樣的實驗 那你想要看怎麼做的話 先歡迎大家上youtube來搜尋飛碟聯播網 現在正在直播生活同樂會節目 那我們黃總經理他在現場就要做這個實驗 那是不是可以幫我們看 呃 試做一下 他是 那因為我們今天有三罐蜂膠滴劑的產品 對 不同的品牌來源甚至產地 那我們很簡單的就是把它滴到水中 來看它呈現的反應這樣子 你可能要拿過來一點 不然的話畫面上看不到 好的 對 好 那三瓶不同的這個嘛 好 那你現在要先滴滴 我們就來先試滴第一個 所以是什麼 你要先告訴大家 你滴下去為什麼是要滴到水裡 然後你是要看什麼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就是 其實蜂膠來源是所謂的 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是蜜蜂去採集的樹脂 那樹脂其實基本上我們今天強調的蜂膠 是要增強免疫力的 那我們就希望類黃銅的含量是高的 那如果類黃銅含量高的話 通常來講它的顏色會呈現就是深褐色 深咖啡色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觀察一個部分 叫顏色 那另外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剛剛有講 其實後續後面會講一個部分 叫做就是它裡面有 就是蜂膠裡面應該裡面含了很多的蜂 蜂嗎 對對對 因為蜜蜂這邊會分蜜蜂蜂 然後樹脂本身也是一種蜂 對 那基本上也呼應到一個味道 如果大家對我們日常生活用的樹脂 白膠有印象的話也是有個刺激味道 所以有回應一個就是刺激味道是正常的 是 那再來就是說就是我們等一下要觀察一個部分 就是說 樹脂基本上是不溶於水的 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到一些就是白白的乳化反應 那個如果有這樣的現象 然後它不容易很容易 就是我們滴進去的蜂膠 不容易溶於水 就是不像是你拿真的 剛剛有人說 我們要做化學實驗課 你如果今天在實驗室裡面 你拿一杯水 然後你滴什麼藍色溶液啊 什麼本氏液那些 其實滴下去你會看到它 立刻就散開來 然後水會被染色 對 沒錯 可是那個藥色意思是不是就是說 如果今天它是真的品質很好很純的蜂膠 它滴下去之後因為有蜂的關係 比較不容易水 它不會那麼快就散開 比較會結球 結球嗎 所以第一個看顏色 要是深褐色 第二個就看它滴進去之後是散開還是結球 沒錯沒錯 好那我們就先來試第一罐 其實剛剛因為它打開一點點 我已經聞到那個很嗆的味道 好來 等一下我拿膏好了 我拿膏 好 這個 好這個下去 有有有有有乳化狀 天啊好美喔 怎麼為什麼會像一個水母在水裡 可是像這個來講 以這個產品來講 第一個顏色它就不夠 然後第二個是它散的還蠻快的 對 它就直接下去天女散花 然後就 所以我剛剛說很像水母嘛 因為它下去有點白色 對 因為它裡面一定還是會含有蠟 只是它的蠟含量可能沒有那麼高 所以才會散的比較快 然後再來它顏色不夠深 可能代表就是說 它裡面的類黃冬素含量相對沒有那麼高 喔 OK 但是這個是用比較的啦 這是比較 我們是用比較的 OK OK 真的要很確定它的含量還是要去做實驗 這樣子 好這是第一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 剛剛那個滴下去 因為太快了 滴下去它就立刻散掉了 所以我來不及講 好這個的顏色滴下去 來第二瓶的顏色滴下去 它 它顏色比較合一點點 對 比剛剛的那個深 可是它的分散速度還是算蠻快的 而且它散的比剛剛那個還快一些 表示這個水溶性 喔 比較高 對對對 它散的比剛剛還快 就可能它的數值含量是比較低一點的 剛剛那個我還看得出來 它有成為這個水母的樣子 這個是馬上立刻就到水底 溶得蠻快的 好再來一個 但是顏色來說 第二支比第一支 來得深一些 來得深 第一支完全就是白色 第二支有一點點 滴下去就有一點褐色 好然後第三支 那當然我想 這個其實拿起來看起來 顏色就很深 拿起來顏色就很深 落差就很大了 哇 它直接就掉下去了 那基本上 這個代表是說 顏色也比剛剛那個深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能夠結球落到底部 對 那結球落到底部 不代表說它的數值含量是高的 那也相對應的 它理論上它的類黃銅含量 也是會是最高的 它剛剛直接滴下去是一顆 就直接降到底了 對 然後另外上面它剛剛後面還有滴到一滴滴的 就是慢慢的往下 但它非常的慢 對相比來講 如果以這樣的簡單實驗方法來講 應該 剛三個來講的話 這一個應該是最優秀的 對 看起來應該是 我不知道在畫面上大家看得出 看得看得看得清楚嗎 因為我覺得後面有那個合成 其實根本就看不清楚 對啊 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可能是用言語上表達一下 但是我剛剛有用這個敘述的方式 好 所以呢 剛剛聽我這樣敘述大家知道 那我覺得聽用朋友們 你如果家裡面有封膠 或是有些人其實是習慣把一些補充品放在辦公室 你知道每天 因為我們在家裡常出門的時候很趕 所以像我以前有辦公室的時候我也是一樣 就一大堆那個保健食品都放在那邊 早上到公司之後吃完早餐第一件事就開始吃這樣 你現在如果身邊有一瓶封膠 你就乾脆拿一個水杯 自己滴滴看 看你的這個封膠的 滴進去水裡面狀況是怎麼樣 來判斷一下 是不是這個類黃銅素含量最高的 第一個它的顏色是不是很深是深褐色 第二個它是不是一下去之後 就直接球狀滴下去 這還蠻容易可以看得出來 而且不會浪費 實驗做完還是可以把它喝掉 這杯水就直接把它喝掉嗎 對對對 真的喔OK 好那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喔 我們要來問到就是剛剛從一開始就好多人在講蜂王乳 所以呢可能很多人搞不太清楚蜂膠蜂王乳 甚至有人一直在講綠蜂膠綠蜂膠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來跟大家這個科普一下 蜂膠綠蜂膠蜂王乳 到底怎麼區分它的功能 那綠蜂膠是不是其實就是蜂膠的一種 那有些人是非常清楚的建議你不要吃蜂王乳 像我的話可能有一些子宮方面的一些問題的 女生是不能吃蜂王乳 我就很擔心那我可以吃蜂膠嗎 好這些東西等一下回來我們再請教鑰匙好不好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喔 10點35分歡迎回到生活同樂會 那麼剛剛我們聊到的是蜂膠 那麼黃總今天特別幫我們在現場做一個實驗 有些人說因為我們後面Key板的關係喔 所以透明的杯子喔看不太清楚 那沒有關係那我覺得就是 基本上剛剛用說明的方式大家應該已經了解 怎麼樣去分辨蜂膠的好壞 第一個看它的顏色滴下去你發現它是深褐色 然後第二個是它不會那麼容易散開 比較容易結成一球在水裡面 那這個代表它其實是類黃酮素含量比較高 那不過接下來我想要請黃總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蜂膠綠蜂膠跟蜂王乳怎麼區別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主要講的這個蜂膠 那這個品種的蜂膠是大部分是在溫帶 溫帶的蜜蜂所做出來的蜂膠 那這一些主要裡面就富含著我們的類黃酮素 那裡面有個最主要的成分 我們認為是目前研究上來講認為最主要有效的成分 它叫做就是胡皮薯 那胡皮薯是裡面類黃酮素裡面的一種 那它現在是我們認為是它的主成分 它擁有我們剛剛講的提升免疫力抗菌 抑制病毒複製抗發炎的這些功能 那這樣的蜂膠來講的話 就會像我們剛剛講的顏色主要是褐色的 那優質的蜂膠應該是深褐色的 那這樣就會符合我們今天講的提升免疫力的 這個液體的蜂膠這樣 那當然另外一種現在近兩年很紅 那在比較早年也很紅 那比較早年紅的叫做巴西綠蜂膠 那近兩年很紅的是我們台灣自己研究出來的台灣綠蜂膠 那所以綠蜂膠有兩種 一種是巴西的綠蜂膠 這是產地的不同 但是因為我們講綠蜂膠 其實主要就是真的它的顏色是偏綠色的 對那我們就會統稱綠蜂膠 只是近兩年就是有知名廠商的產品在 就是我們的媒體上面很積極的做一些宣傳跟廣告 所以大家一定會聽到有一個四個英文字的叫做PPLS 那它也是類黃銅的裡面的一元一種成分 可是我們現在針對PPLS這個東西去宣傳來講 是針對它的神經修復功能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它做的相關產品是針對一些神經修復 或者是說一些對眼睛有幫助 因為眼睛我們眼睛裡面有很多視網膜神經是很多的 所以對神經修復這些議題來講 這樣的產品是近兩年詢問度很高的 但是因為這樣的綠蜂膠的來源其實是比較偏熱帶 熱帶的密封它採集了熱帶植物 熱帶植物裡面它的數字含量是比較偏低一點的 所以導致它裡面的類黃銅的組成 跟我們今天主要講的蜂膠的組成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它裡面相對來講綠蜂膠針對的是我們一個神經修復的 一個面向 那它相對相對上來講在我們所謂的免疫的部分 是相對我們認為是比較弱一點的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的主題的蜂膠應該是比較偏向 就是深褐色這種我們常見的蜂膠 基本上就是種類不同它的作用也不同啦 簡單的句話就是這樣 所以也沒有所謂哪一種比較好哪一種比較不好這種狀態 因為它根本針對的東西就不一樣 沒錯沒錯 好所以那再來就是蜂王乳 蜂王乳跟蜂膠又完全不一樣 蜂王乳就完全不一樣了 蜂王乳基本上就是我們蜜蜂裡面會有個蜂王 那我們的工蜂們會采集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在蜂王身上就是做出我們所謂的蜂王乳 那蜂王乳的成分因為它的功能就不是剛剛講的那個popolis 就是保護那個蜂巢 它的功能其實主要是為了蜂就是那個蜂王 女王蜂而存在的那它主要就是滋養營養的部分 那所以剛剛會有很多的我相信應該是女性朋友問的 就是蜂王乳那蜂王乳它主要的功能當然就是 因為它裡面含有一些類磁激素跟一個主要成分叫鬼西酸 那鬼西酸這個東西它們這兩個剛剛講的類磁激素或鬼西酸 它們都有所謂的平衡磁激素的作用 或者是養顏美容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症狀的這些功效 所以蜂王乳在女性來講是一直以來都會認為是一個保養的聖品 那可是因為蜂王乳有些人不能吃嘛 比如說像是如果你有子宮長子宮肌瘤啦子宮內膜異味啊 或者是你可能有這個你是乳癌的這個可能曾經有這個腦腫 好纖維囊腫還沒有到乳癌那當然如果是癌症的話就更不能吃 因為是因為磁激素的關係 那我想問的就是說那這些沒有辦法吃蜂王乳的朋友 因為蜂王乳它是補充磁激素嘛 它是動物的磁激素對不對 生物界天然的 生物界的天然的磁激素 那如果說不能吃蜂王乳的人可以吃蜂椒嗎 可以的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因為蜂椒裡面沒有磁激素對不對 對就沒有剛剛講的那兩個成分 喔這樣了解了 好再來就是我跟你講因為實在是 實在是太多人問問題了 所以呢等一下我們要留點時間來回答 我們YouTube上所有的朋友對於蜂椒的疑問 那現在大家如果可以的話也就是 你有任何問題都趕快把它寫下來 因為問題很多我待會會一個一個問 我們會很快速的問過去 那先來講什麼樣的人比較適合補充蜂椒 因為任何的保健食品 比如說包括我們補充一些微量元素 它其實也都會有些限制 例如我剛剛說蜂王乳有些人不能吃嘛 或者是維生素D你可能補充的有一定的這個量 不能過多等等 那蜂椒有沒有 第一個它適合什麼人 第二個什麼人不適合 第三個有沒有量的限制 過多會不會有所謂的毒性等等 了解 那當然以剛剛我們講的蜂椒功效 適合的人當然就是所謂的 要預防感染的人 那預防感染的人大概有幾類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生活壓力大 或者是說體質天生比較容易感冒 當然這個也可以套用在所謂的就是 小朋友或者是年長的人 他們當然相對於我們成年人是比較容易感冒的 還有另外一類的人就是作息不正常 那因為作息不正常的人 他比較容易導致免疫力下降 所以這些人都是蠻適合來補充所謂的蜂椒產品 因為現在我們現代人主要吃這些東西 主要是為了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 那基本上以現在的社會工作的一些壓力 其實只要一生病就會讓生活品質明顯下降 而且是一個連鎖的 因為其實現在都有所謂的家庭 那比如說家庭比如說 我上有父母然後下來有孩子要養 如果自己又感冒了 那就會很容易導致就是說連鎖的效益 可能我沒有辦法把我小朋友照顧好 父母要幫忙照顧小朋友 結果可能剛好父母年紀又比較大 又照顧了小朋友 然後可能小朋友又帶了一些病毒從家裡回來 那就會產生一連串的連鎖效應 就是全家人很容易就全家人都感冒了 那基本上如果說有做這樣的預防性的使用 或者是說有輕微症狀 發現有輕微症狀 那我們趕快來使用的話 應該是能夠明顯的降低這個連鎖效應的發展 讓我們的生活品質是維持在比較好的狀況之下 那孕婦可以吃嗎 孕婦的話 基本上我大概講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食品廠商 尤其是台灣的 在所謂的這個東西可不可以給這些 我們所謂的敏感族群 比如說孕婦 比如說小孩能不能吃 在寫這些話語的時候都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那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他怕避免糾紛 所以你會發現大部分的封膠產品 那上面都會寫說孕婦及孩童是祭福 或者是說他是寫比較保守一點 就寫說請洽專業醫療人員諮詢 那可是如果說在我們實際上專業上來講 其實我們很難說就是說孕婦是不是真的不適合吃 因為就我所知像這些封膠的大殘國 其實他們可能在這方面是相對的很開放的 就也有很多的孕婦在使用 那如果就我現在以個人專業來講的話 我可能會建議就是說 懷孕的初期 那可能是四個月三個月以前 我會建議就是說那先不要吃 因為胎兒在初期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過了這個期間 比如說在孕期的中後期 那這個媽媽跟媽媽的狀況也都還蠻好的 那不會有一些特殊過敏體質 或者是說他的身體狀況現在比較不好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使用封膠來講 只要在一個合適的劑量內 其實應該也說是安全的這樣 那封膠 因為封膠其實我們會覺得它有點刺激 我後來才知道 因為它其實裡面是含酒精 是的 是含酒精嘛對不對 但也不一定 不一定嗎 對 可是封膠不是一定要透過酒精來做一個 就是萃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說要把有效成分 萃取出來 萃取出來 那現在來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萃取方式 那剛剛可能沒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說 酒精萃取在我們的傳統工藝上應該是認為 就是能夠把最多的有效成分 像我們剛剛講的所謂的類黃桶 或者是說有機酸能夠最大量的萃取出來 因為要把有效成分拿出來使用才會有效嗎 那現在其實還有很多的萃取方法 比如說是超臨界萃取法 或者是所謂的水萃法 水萃法通常用在 合同的自己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些萃取方法 就比較不會有酒精的殘留 那不會有酒精的殘留的話 就能夠讓消費者在使用的時候 比較舒服 也比較沒有疑慮 對對對 那可是呢 如果以專業上來講還是會認為 我們第一道手續用酒精萃取 會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用酒精萃取出來的有效成分是最多的 那我現在知道市面上有一些產品是 他第一道萃取是用酒精萃取 可是他之後再把酒精揮發掉 再用別的溶劑取代 那他用這種加工方式的話 就能夠產生出有效成分 又能夠萃取出來 然後又不會有酒精的刺鼻味跟刺激 那這樣的做法其實是 蠻完整的一個產品 可以既有效 然後又比較不會有刺激的味道 不過這真的很細了 就是一般人在選擇的時候 都不會知道到底用什麼萃取法 就可以多做點功課啦 大家就是諮詢一下專業人員 對對對 可能可以請教藥師啦 或者是我覺得多做一些功課 就是在使用任何的這個 跟自己身體有關 吃到身體裡面的東西 都是做點功課會比較好 還有最後就是我剛剛問你啊 哪些人不能吃啊 因為我先問你孕婦嘛 那你有講了孕婦你們的建議 那其他呢 那基本上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低於一歲以下的 一歲以下的小朋友 不要吃 不建議使用 因為他的免疫系統是還沒有成型的 對 那另外一個是說 蜂膠裡面有一點抗凝血的作用 所以如果要嚴格控制凝血功能的 那我們專業上來講就是有在使用 Waffling這個藥的病患是不建議使用的 因為會影響到他的治療跟控制INR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當然最簡單的就是說 對蜂膠過敏 對蜂製品過敏的人 那自己就要小心 那當然我相信很多人沒有接觸過蜂製品 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對蜂膠過敏的話 其實最簡單就是說你可以先使用 那使用以後如果發現就是有一些過敏反應現象出現的話 那就建議你趕快把這個產品先停掉 因為您可能就是對蜂製品有過敏體質的人 OK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留一點時間來回答 那個YouTube上好多的問題 第一個先來問到就是 吃素的人可以吃嗎蜂膠 吃素的人 基本上 因為我不知道現在的所謂的素食定義在這方面 素食的人能不能吃蜂蜜 那我以它的來源來講好了 它裡面有 蜜蜂分泌的一些 它是講唾液 對 然後跟蜂蠟 還有所謂它從樹上跟一些花上採集的這些東西混合的 那些東西應該算 所以我會認為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素的 但是 但它有蜂 它有蜜蜂的口水就對了 對沒錯 你們覺得蜜蜂的口水是素的還是混的 這個認定有點困難 素食者朋友可能要自己認定一下 然後再來 如果是滴劑的話 它可以滴在任何飲料裡面嗎 其實不建議 最好還是 直接滴嗎 白開水 直接滴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對 因為我們像我們剛剛滴在水裡 其實就多少會有 多少都會 它可能黏在杯子上 會有點浪費這樣 對 所以如果可以直接滴到嘴巴裡面 是最好的使用方式 好 欸 講到這個剛剛有人質疑了 他說 蜂膠加水會凝結 其實是乳化不夠完成 嗯 並不是代表它特別好 欸 就是 有人挑戰你 它的這個概念也是很好 其實最精準的方式 當然就是直接去 實驗室化驗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分辨方式而已 嗯 那其實像剛剛講的乳化來講的話 我們也只是簡單的 針對它的化學作用去分辨 因為像如果以我們現在來講 過了那麼久 你會發現剛剛我們講 比較凝結的 其實也已經完全化光了 嗯 所以我們 講的是說 是在速度上 嗯 速度上其實 可是以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它的乳化也已經 嗯 完成了 好 那蜂膠在吃的前後 有沒有什麼要避免的 比如說像有一些會說 欸你在吃的前後 什麼30分鐘內 不要喝咖啡之類的 蜂膠會有這些 這些 特別要提醒的部分嗎 目前公認來講 沒有特別說 這個禁忌會很嚴重 好 但是最少最少就是說 你在當下配的 如果說你要配水喝的話 我個人建議 還是白開水為主 因為類黃銅其實是一個 七八十種成分 結合在一起的一個種 總體這樣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說 你可能用了某某飲料 會不會跟它去作用這樣子 好 另外再來問的是 糖尿病的人可以使用蜂膠嗎 嗯 基本上沒有問題 還有人問說 重症肌無力可以吃蜂膠嗎 嗯 可以是可以 可是 你還是跟你的醫生詢問一下好了 因為對病人本身的這個病症 對病症本身是 可能是沒有直接幫助的 但他可能是想要藉由這樣提升免疫力 他可能只是擔心說 會不會不能吃 會不會有什麼害 但是 並不代表說吃了之後 可能會對你的這個症狀有什麼改善 因為他畢竟還是以這個 就是提升自我免疫力為主 但是可能要考慮的是說 他現在因為重症肌無力 而使用的藥品會不會跟蜂膠有交互作用 對 好 還有一直有人問這個問題 我想說 因為一直有人問說 蜂膠的保存期限長不長 然後過期還可不可以吃 一般來說 是不是大部分的東西過期 都是不建議大家吃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有人問蜂膠過期 還是說大家認為蜂膠其實沒有保存的問題 我可能猜測是因為很多人從國外買回來買太多 然後 在家裡過期了 現在突然覺得 然後他又很貴 現在疫情發生了 那可能可以拿出來吃 可是發現有過期的狀況 對 那基本上我個人還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還是依照食品標示上的效期 如果過期一些些我覺得勉強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過期太久 太久是多久 你可以接受的時間 比如就是說 像我個人來講 我可能會覺得 如果以完全未開封 像這個叫做以開封 就是他的包裝已經曾經被我們破壞過 以開封的來講 我會認為超過效期就不要再使用 可是如果是完全未開封的話 我可能可以接受就是超過三個月內 我還可以使用這樣 好 那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最後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不同的嘛 有低劑的有噴劑對不對 也有剛剛說的定劑就是膠囊 是 就是說那你會建議大家怎麼使用 這樣子好不好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們要請PNQ專品藥局的黃瑋嘉總經理呢 跟我們來聊一下 因為剛其實我已經講了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現在風膠有噴的 有低劑是最多看到的 然後也有膠囊 那怎麼選 方便度或是它的用途來說的話 有沒有什麼差異 簡單來講 優缺點 每個劑型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那如果以噴劑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對上呼吸道容易感染的人 使用上比較方便 方便 因為它做了一個局部的高濃度的一個作用 對 所以它可能在所謂的咽喉鹽或者是 唇泡疹這些是比較有幫助的 對 那如果說我們講的低劑的話 它好處就是說你好控制它的量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外國人會喜歡低劑 因為它最沒有添加理論上 對 因為它不需要再有外殼這個東西 那是多加上去的東西 然後我自己跟大家分享 我家裡喜歡用低劑 包括維他命D也是用低劑的原因 是因為可能家裡面很多人要吃嘛 家人都會吃 那每個可能小孩 大人吃的劑量不偷 不一樣 你用低劑就比較好控制 對沒錯 然後再來就講膠囊 膠囊是比較方便 而且很多台灣人其實喜歡膠囊 對不對 對最重要的點就是方便 然後方便 除此之外方便以外 還有就是說 有一些廠商它會做大劑量的產品 那它裡面一顆裡面可能劑量很高的話 你使用上就很方便 你就吃一顆 然後它就有一個很多份量的效果這樣子 那剛剛 不過剛剛因為有提到吃素的人可不可以吃喔 假設是吃素的人的話 膠囊你可能就要特別去問一下 對 因為大部分的膠囊 那個膠囊本身它其實可能是混的 對因為它的來源 那個gelatin大部分是豬皮去碎取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提供給大家參考了 那現在大家聽到的是 季曉威的歌曲Honey Bee 今天非常謝謝黃瑋嘉總經理 來跟大家分享豐洲 希望大家都能夠身體健康最重要對不對 對 謝謝那謝謝黃總 我們明天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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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